大家好,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車種別是現代的油電車Hybrid 車名是Ioniq,這台是2018年款的 這台的底盤其實跟現代賣的比較好的Elantra 型號是AD,Sport版就是渦輪版的底盤其實是一樣的 那它的前面一樣是麥花城懸吊,後面的話是多連桿的獨立懸吊 那前面的話,本來的引擎係數是1.6,在浮以油電 那它的上座,它的上座部分的話,在這裡 需要把上面的試蓋拆掉之後才有辦法拆得到上座 哈囉,小豬你好,對呀,這個車有剛好是晚上才有空 所以就晚上時間幫大家服務 它上座的話,需要把它的零件上部的飾板還有雨刷 雨刷拆掉之後呢,才有辦法看得到邊際的上座 那上座的調整呢,一樣是從這個地方 KT的話呢,這台車一樣有附上座 阻尼的調整呢,一樣是從這裡 順時針這裡有H,順時針的話它就變硬 往逆時針旋轉,就是變軟 所以從這個地方做調整 那這裡有看到一個凸起來的地方 這個呢,就是KT所附的上座軸 這個軸扇呢,裡面的那個品牌呢,是用日本KOYO的軸扇 用的零件都相當的OK,相當的棒 就是日本KOYO的軸扇 然後,前面的懸吊系統 我們來看一下 它原來的前面大概是四指半左右 等一下預計降到兩指半左右了 所以它的最高跟最低呢 最高可以跟原廠一樣 最低的話,剛好輪到 上圓跟硬直板可以切齊 哈囉,明姐晚安 車主也有上來看了齁 明先生,你好 那這個前面的話 有一些固定的油管固定位置 我們可以從這些小細節 來判斷看看是不是專車專用 或者是說,這個是其他的車種別用的 然後,就固定的方式呢 就沒有辦法做專車專用了齁 來,像這個ABS感應線的固定扣具 這個的位置呢 高低點還有固定方式呢 都跟原廠的一模一樣齁 所以不用再用束線帶 那另外一邊,這邊是右前的齁 另外一邊這裡有油管固定位置 這個油管固定位置 跟原廠的位置呢 也都是一模一樣 那這台車的用料齁,哪裡好? 你看它的前面的楊角 這個楊角呢,是鋁合金材質 一般比較高檔的車子呢 才會用到楊角是用鋁合金的齁 那它的前面三角架呢 這個三角架呢 一樣也是用鋁合金的材質 所以一般來說啦齁 這樣的車子的集聚呢 都要比較高檔的車子齁 才會用到這樣的下三角架是鋁合金的 然後楊角呢也是鋁合金的 對輕量化的琢磨呢 相當用心齁 包含這個 這裡有一個缺角齁 這個缺角呢 如果沒有做這個幅度的話呢 就會乾涉到了 所以我們的也都是專車專用的規格齁 那前面的話 我們配置的是 兩百長七公斤的彈簧 裡面的主尼友 一樣是用意大利IP的主尼友 不是來台灣在做混裝的主尼友齁 然後裡面的油封呢 是日本NOK的油封 用料的話都是很不錯的 那離載算的話需要換短一點點的齁 下方的話才不會乾涉 有的車的話沿用原廠就可以了 這台車呢需要換一下齁 每一間的設計不一樣 有的品牌呢是不需要換的 這台車頭 也很流線很漂亮齁 這台一般來說 台灣跟國內最會把它拿來跟 啊 Toyota的油電車來做評比啊 可是以它的底盤呢 跟它的配備來說的話 還有價格 CP值整體來說算很不錯齁 而且這一台後面 並不是拖一臂的系統 是多連桿的獨立懸吊 小豬 你又要幫我們捧場了齁 謝謝啦 謝謝 這台是 IONIQ 那這一台的話台灣 國外的話好像有其他顏色 但車主告訴我說 台灣的話呢 只有兩個顏色齁 第一個是藍色 第二個好像是白色的 它的車的線條也很流線齁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懸吊齁 後面已經好像已經裝好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原廠拆下來避充器 這是前面的 前面的避充器齁 前面上座的話 KT就有附了齁 所以上座的話不用再分解來沿用 那後面的話 它的上座部分齁 其實這個懸吊系統跟GOLF的 期待還蠻相近的齁 它的後上座需要拆下來沿用 因為它的後上座的形式呢很特別 那它的彈簧 後彈簧 後彈簧的下橡皮要沿用 這是上方 上方的橡皮不用用 下方的話要沿用原廠的 它的阻尼的齁 阻尼的話呢 算是還蠻輕的 比較偏向日系車的阻尼 所以它的舒適度的話 原廠應該很不錯 可是論操控的話 可能還是得要換成改裝的 操控才會比較好一些 Ioniq Hybrid的Logo 它的後面其實也很漂亮齁 路上這台能見度不高齁 Clius Clius的話 還是有電車比較多人選擇的吧齁 這台車的底盤 看一下它的底盤系統 真的還蠻CP值很高齁 那後面的話我們來介紹一下 它的後面上座齁 剛剛說到了這個就是後面的上座齁 不用再拆內裝了 直接從這個地方做調整 那調整機構呢 坐在上座的下方 其實這一台的話 也可以坐在上方 這裡也是空的 但是我們坐在下方的話 車主在調整的時候比較方便 那從這個地方齁 一樣順時針的方向呢 就是變硬 逆時針就會變軟 那這個防塵套呢 是做專用的規格 這樣的密合度 都是做專用的 所以這裡呢 不太會積水 這個是轉 裡面有一個 晚蔥饅頭 有一個饅頭 在裡面看 一隻手也看不到 饅頭在裡面 那後面的懸吊系統齁 你看其實跟Golf 7代超像 Golf 6代的話呢 它的下 後面 固定點呢 變性固定點 是在這個地方 那7代之後 把它下固定點 再往下延伸 那這一台的Ioniq 也是一樣 所以它的後懸吊系統 其實非常非常接近Golf 7代 那Golf 7代的操控性的話 真的很棒齁 所以這一台的操控性 底盤結構來說 整體的那個 結構來說 算是很不錯的 這個底盤選調 那後面我們配置的是 6公斤的彈簧 所以車高的部分 哇這個角度有一點暗 好 這個地方呢 就是Hiro Key Hiro Key 坐在上方 那要調整阻尼的時候呢 從這邊上方做調整 要調整車高的時候呢 從這個地方做調整 如果我們把Hiro Key的 長度把它變長之後 它的整體長度變長 車高就變高 後面記得 不是從這個地方來調整 不是從這個地方調整 車高 有點暗 這裡 這裡呢 是在調整它的自由行程 不是從這個地方調整 車高 後面的話呢 一定要特別注意 如果桶身調的太短的時候 它的彈簧一定就 預載過多 一定就不好做 所以後面的調整 像這樣的車款呢 就有一定程度的安裝技巧 所以安裝的時候就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這是後面的懸吊部分 這台的整體用料真的很棒 後面的話 預計也大概兩指到兩指半左右 現在要做一些基礎的數據紀錄之後呢 就要準備上輪胎了 看一下不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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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主結構是跟 Toyota的車系 好像也差不多了 有電車 因為昨天我們場內有一台 那個特斯拉 特斯拉的話 前面也是空的 後面也是空的 它的電池的話呢 就都藏在下方 所以它的配重呢 就非常非常完美 而且特斯拉呢 是氣壓懸吊 也會針對側傾做補正 操控也很棒 加速又快 扭力超大 現在師傅在做的動作呢 就是把它調整車高的托盤 把它做一個固定 把它做固定 這樣敲擊的時候 就都還是有特殊的技巧 譬如說工具也好 敲擊的地方也好 都有特殊的技巧 不然的話會把托盤敲壞 你看師傅剛剛用敲的 但是也不太會有痕跡 所以敲的地方 要從這個角落 從這個角落做敲擊 然後它的敲的力道 也要剛剛好 這個都是鍛造的 其實它也不太怕 不太怕用太過於暴力的敲擊 只是如果這麼新 我們都裝的是新品呢 敲得不好看的話 車主也會覺得心疼 所以安裝的時候呢 有一些特殊的技巧 像是這些小細節的地方 都是要特別留意的地方 這台車 這台車算少了 好,那我們安裝完成了,準備要上台了 那如果剛好是這一台車的車主呢 你有任何的底盤的問題的話 再麻煩跟我們的KT Racing的小編聯絡 那如果要做試乘的話呢,也很歡迎 工廠裡面也都有試乘車可以讓大家試乘 好,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